可能大家在购物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厂家打出口号说我们这是全网最低价 不仅如此 我承诺如果别的商家比我卖的便宜的话 我给你赔一场 赔多少呢 赔差价的双倍 它为什么要自付手脚呢 意思就是我无法再自由地浮动我的价格 那很重要的一点是说 如果我的敌手我的对手价格比我更低 我还得赔这个双倍的difference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大家想想看这个承诺是对谁做出的 是对谁喊 第一句话当然是对消费者喊出来的 意思就是说不要再货比参加了 在我这买吧 即使别人便宜我还可以补你赔偿你 第二层意思呢 它其实是对自己的竞争对手喊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还想在我敌手上降价 你抢不走我的消费者 因为我已经承诺会赔这个双倍的difference 这样一来的话 它其实是在向自己的竞争对手放狠话 意思是价格战没用 这样一来二去啊 这样的承诺啊 反而使得商家之间达到一种默契 不需要再去砍价了 我们就维持在尼海的这个价格上 其实就是一个从价格战当中 跳出来的一个方法